胖小子点了点头 顺势抓起木凳口袋的陆臣的手 按向开天石斧 当陆臣的手碰到石斧的一刹那 五指居然自行的将斧柄握紧 胖小子神使松开手 退到妙泽的身边 那两道斧刃突然传出一道 丝天裂地的恐怖的韧光 韧光在仙宫大殿内一闪 将空间硬生生的劈开 陆臣根本没用力 便被那巨大的裂缝中 衍生出来的吸扯之力 拽进了尊元空间 就在他进入尊元空间的一刹那 妙泽凝重的目光 胖小子神使融化而变的 刚气霸道的面孔 臃肿而又突然变成魁梧的身材 甚至那瘦高青年慢慢雾化的容貌 一幕幕的在他的视线中划过 那瘦高青年居然是陆盼 爹 陆臣急得泪花横转 心中的疾呼还没有从喉咙里传出来 便消失在神宫大殿当中 变成了魁梧老者的小胖子神使 没有了之前笑微微的神情 他们的脸色变得出奇的刚毅和肃然 凝重的看了那紧闭而消失的尊元大门 断然的赞了一声 这小子好大的力道 看来摩古鹿把他训练得超过我们的预料了 要不是我暗熟四重天 近七十亿万里的太虚天地元气 想制住他都难 妙泽撇着胡须 微微笑起 欣然道 这也好 至少我们没有白费力气 陆潘在下街悬杀到传人 已经少了一个儿子 不能再让他重拾丧子之痛了 这小子真的不错 陆潘 帝元 你们两个该走了 飞天涯已经不安全 用不了多久 宣夜便会发现我这个神师是假冒的了 那寿高青年 如今已经变回了本贸的路盘 守抚古琴木翻泪光 沈天圣 那你呢 我 妙泽笑了笑 道 神肖已经灭了 神还需要存在吗 我岂会让老有孤独离去呀 妙泽说着 手心一抚 从怀中抹出一道黑色的火团 如果陆潘在此 定会因为黑火而大吃一惊 因为此火正是黑煞星火 他把黑煞星火交给胖小子神使 也就是地缘大尊 你们两个 保护好他 至少要撑到远古节的到来 蓝光流动的尊元大门呈现出一条冗长而无尽的通道 慢悠悠地打开一条通往尊元空间的狭长之路 星光般的亮点 宛若一颗颗珍贵的宝石镶嵌在通道的两侧 好像一双双灵动 秀美的眼睛 点缀在这片不凡的空间中 混蛋 鸟子 你这老王八 快给老子开门 狭长的通道某处 鲁臣踢着魂谱 精润寒芒般的利刃的开天府 愤怒地杀来杀去 恐怖的任光纵横在通道中 切割出一条条惨白的光痕 任他如何拼命 能够打开尊元空间大门的开天师府 仿佛失去了强大的神通 除了在通道中留下一道道裂痕之外 再无法帮助他从通道中逃出回到飞天涯的仙宫大殿 蓝光的通道 宛若一个单向开放的悬门一样 把陆臣留在了尊元大门当中 爹 你又搞什么鬼呀 千百计辅芒芒批出之后 陆臣强大而又浑厚的神力消耗得一干二净 他握着巨斧 悬浮在通道中 只剩下破口大骂的力气了 太混账了 以前骗子 胖子是骗子 幻化本贸竟然是一个真正的大尊高手 妙子也是骗子 明明知道父亲的下落 还一整言辞告诉老子不知道 爹 你搞什么鬼 见到儿子都不敢相认吗 陆臣愤恨的 极度愤恨的出声 叱骂着 奈何 这无人的空间 连回声都听不到 任凭陆臣如何咆哮 谩骂 也不会有人理他了 坐在尊元大门的蓝光通道中 陆臣气虚如牛的诋毁着妙泽神师 把神师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过了很久 陆臣终于接受了现实 开天使府再离开 似乎被妙泽神师加注了何种强大的神术 不能帮助他回去了 平静下来的陆臣 开始琢磨着妙泽的用心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父亲一直在他身边啊 他们有意瞒着我 到底要干什么呀 莫非妙泽那个混蛋准备陷害我 把我送进尊元大门有什么用意啊 想了一会儿 陆臣肯定的把这种想法排除了 应该不会 如果妙泽用心不轨 爹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就算被人要挟 也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儿子重计不理不顾吧 陆臣用手顶着下巴 冥思苦想 两久之后 露出一个无语的神情 这群混蛋一定打什么主意了 怪不得那个胖子一直对我笑啊 妙泽那个混蛋也在笑啊 看了看周围荧光闪动的蓝色通道 陆臣顿时意识到一个极其恐怖的问题 开天使府没办法打开尊元大门 自己要怎么出去啊 啊 妙泽似乎没有提及这些事啊 妈的 陆臣愤恨的拍了下大腿 更加肯定妙泽和陆盼陷害自己了 陆臣有气无力的看着头顶跟两侧一般无二的蓝色光辉 脸色苦涩至极 向上苍悲凉道 老天爷 你见过陆盼这样的老子吗 啊 三犯五次的害自己的儿子 还有没有天理了 整整在蓝色的尊元大门中待了一个时辰 陆臣泄气的站了起来 把心里的心烦意乱尽数抛在脑后 化怒火为力量 提着斧子 冲着那悠悠的通道尽头飞了过去 鸟子啊 胖子 等我出来 一定饶不了你们 陆盼的出现 再一次的让陆臣陷入了深深的困局当中 原本从下界飞升上来 他以为再次遇到陆盼的时候 可以从父亲的嘴里了解上古神魔时期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 陆盼竟然选择了逃避 这更加让陆臣对上古神魔时期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爹在下界一直在找神霄殿的传承 大哥已经陨落了 神魂消失在三界六道 现在轮到了我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一边飞着 陆臣一边整理着思绪 可以肯定的是 陆盼就是那个在挑选神霄殿煞组传承的 当初他的选择是陆燕 之后因为对煞盼的理解不尽完美 导致了自己的亲生大哥惨死在仙界 然后为了让煞盼一直传承 五代的殿主成为了牺牲品 唯一清楚的只有六代殿主的目的 找到神霄殿仅此而已 虽然其中多有磨难 虽然陆盼和陆燕的布局无形之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但事事似乎就是这般神奇的追溯到了原点 那艰巨的众人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算了吧 众人在监也就算了 但是亲生父亲逼迫亲生儿子入魔就不对了 即使陆盼没有成功 最后自己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神霄殿图光荣的刻在了自己的身上 老子杀到了神剑 知道了灭杀我陆家的仇人是仁皇轩夜 还是一个少见的王八高子天圣 大仇无雪 可也得告诉我仁皇为什么要追杀咱们陆家的人吧 老头子 你莫非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啊 才让人追杀的满三界乱跑的 陆尘一脸苦瓜像的看着苍天 似乎陆盼同样在看着他 玄机 陆尘指着天上泼口大骂道 拿着人家的东西还回去呀 连那家人干什么呀 老头子 我 后面的还没嚷出来 陆尘突的一顿 不对 爹一定有苦衷 莫非 你 你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秘密 想起在夏界的时候 陆盼见到盘云时那深爱的目光 陆尘敢断定 自己的老爹绝对不是一个为了保物 让全家人都惹上杀身之祸的人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妙子那个混蛋一定知道些什么 事情似乎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陆尘觉得就刹那一层一桶急破的窗户纸 就是这层窗户纸 如果不挑开 他依旧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神销电 陆尘扯住一山 看了看身上被刻的乱七八糟的电击土 愤恨的咬了咬牙齿 等着吧 出去以后再上飞天涯问个明 蓝光通道并不遥远 短短半刻钟的功夫便看到了尽头 四重天空间 陆尘从来没有接触过 仅有一个仙宫大殿 不能让他体会到四重天空间任何特点 不过在他看来 天地大尊天圣 毕竟少得可怜 未开辟的空间领域 应该向天地初开的时候混沌一片 就好比 竟须空间那样空无一物 然而 当陆尘走出蓝光通道 离开尊元大门的时候 眼前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心中 对四重天空间的认定 入目处 好大一片月光森林 出现在陆尘的视野当中 四重天空间不存在天余地 高大到无法用高度衡量的树木 浓密的生长在四重天空间中 树干 树根 粘延至脚下无尽的空间深处 望不到尽头 蓬勃生长的树枝和树叶 散发着星光般的银亮光辉 格外的明亮 如果把这片森林 用最贴近的语言形容的话 他只能称这是一片树林之林 堪比灵魂般的树林 还是陆尘第一次见到 以他对三界六道的熟知 只有在特殊的空间内 才会出现这种不符合空间法则的现象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陆尘几乎在一瞬间呆着住了 天地元气化成实质的风悬 在四重天空间回荡不休 信手拈来 那是最贴近至精至纯的天地元气 并且浩瀚的元气中 更加掺杂着些许 精纯的煞元 尽管这些煞元混合在天地元气当中 还是让陆尘清晰的捕捉到了 四重天空间的天地元气 竟然有煞元的存在 虽然少了点 不过了胜于无嘛 疑惑的同时 陆尘抬手引来一团巴掌大小 吹过身边的旋风 用力地吸入了口中 肺腑一丝热流迅速牵动了宫火纹 煞元百转千回 在八大法体以及本尊中迅速流过 密行一大周天 内息绵长地增长了一分 不错的天地元气 为什么煞元会真实的存在啊 陆尘望了望四周 还是不解这片空间的独特气息由来 就在这时 一道荧光诡异地划过陆尘的眼前 速度之快 只从陆尘的眼前掠过 飞出了几百米开外 才被陆尘发掘 惊恶中 陆尘侧目看了一眼 那荧光停下 竟是一怪异的灵魂 精致的脸庞 矮小的身材 和那银亮的面孔 忽不再告诉陆尘 这是一个魂体 娃娃的魂体 娃娃 陆尘尖喊了一声 娃娃浑身便是一颤 胆战地看了陆尘一眼 扭头便跑 别跑啊 陆尘无语地跟了上去 娃娃的速度并不快 魂体的力量还未达到神王境界 眨眼的功夫便被陆尘追了上来 停 啊 我不会伤害你 娃娃稚嫩的小脸一阵阵扭曲 显得因为恐惧 在剧烈地颤抖着 而听到陆尘的话 娃娃倒是平静下来 灵体娃娃打亮了陆尘一会儿 问道 你 你是从神界来的吗 是来这里修炼的吗 耶 陆尘诧异地看了娃娃一眼 欣喜道 呵呵 你知道的还不少 谁告诉你的 啊 你家大人 娃娃还是有点胆小 陆尘只要有接近的意思 他便向后退一步 陆尘也看出来了 停住不动 用着显得和蔼的语气问道 嗯 能不能告诉哥哥这是什么地方啊 娃娃怯生生地低了低头 这 这里 这 这里是 月光森林 月光森林 陆尘看了看四周 赞同地点了点头 满天荧光似的星斗 还真配得上月光森林这个名字 啊 那 你是谁啊 陆尘黑黑笑着 我 我是 古灵啊 古灵 陆尘乐乐笑道 哈哈哈哈 娃娃 小孩子撒谎可不是好事哦 你家大人没告诉你 做人要诚实吗 陆尘无语般的看着可爱的灵体娃娃 有一瞬的功夫 觉得这娃娃有点可爱的不像话 除了她的不诚实 古灵啊 当我没见过古灵啊 我还见过比你快头大了多少倍的古灵 体会到陆尘充满了不信任的目光 娃娃突然嘟起了嘴 生气道 天你干什么 小爷是灵魂不虚的远古神灵 娃娃咆哮着 尽管她那稚嫩的声音产生不了任何威慑 还是吼了出去 只是当她喊完 方才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了 哎 坏了 哎 爹说过啊 不能对神界的修饰 说出自己的身份 完了完了 他一定会把我 当场美餐吃下去 远古神灵啊 陆尘嘴巴张得老大 塞下一个鸭蛋没问题 他呆滞的看着娃娃 丝毫没有感受到远古神灵的强大气息 更加没像娃娃想的一样 要去生吞活泼娃娃 远古神灵啊 你 哈哈哈哈 你算什么远古神灵啊 路尘捧着肚子哈哈大笑 一个连神王都算不上的娃娃 还自称远古神灵